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想到观察 先来请教风声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各位 其实在美国这样经过2022年 一整年的暴力升息 大家都在猜到底哪个地方会出现 区域的金融危机 当然中国大陆说有的地方银行 早就已经不知倒地了 但是共产国家我们都不清楚嘛 对不对 没有想到是美国自己的银行出了大乱子 各位 而且这个矽谷银行 是在美国地区是排名第16大的 各位 这就好笑了 各位 这等于就是今天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联准会救不救当然要救 各位 我礼拜六一早的时候 八点多大概在看电视 正好有看到也不晓得哪个电影台 正好在讲华尔街金钱万岁 大概锁定的剧情就是这样子 那是2010年 2008年雷曼兄弟次贷危机以来 过两年之后 这个所谓的一个什么 华尔街的一个事件把他翻拍了 那我看了一下 好像跟这一次这一回事又很像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11点半台北时间 这联准会要关门会议 各位关门不是放狗 关门就是自己在做 不能够跟人家讲的事 是不是肮脏事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是要处分这个 矽谷银行 各位就是要把它见价卖 因为华尔街是这样演的 我们不知道 反正我们国内平安就好了 各位好不好 所以希望一如同 刚刚最新高盛讲的 因为我有带数据来给你看 他预测原先三月份联准会很坚定 就是要再扩大升息 升息粮嘛 有可能变成不升息 那对全球就是好事一见 希望美国人多做好事 各位来 忠心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盘面上传达出讯息出来 你一定要正确专业的解读 矽谷银行 美国第16大的一个银行 联准会 今天要紧急商议 这关门会议 结束之后会跟你讲 来矽谷银行 在昨天工商时报报破产 由联邦的一个存款保险 的一个公司接管 48小时他没有找到 其实详情是礼拜五一找的时候 他也在找 他也在找一些 就是要买家 出来接手他的银行 但是在礼拜五的盘前的时候 他又跌了6% 前一天上礼拜四 3月9号 他也跌了 也不是6% 跌了6成 结果礼拜五晚上 美国股市要开盘前 他又跌了6成 所以干脆联准会就叫他直接破产了 各位你知道吗 狠狠的 来 那问题在于 这是一个系统性风险 这个牵扯到很多银行业 我上礼拜五跟你报告 美国前四大银行 损失市值 就高达560亿美金 各位这个想起来非常恐怖 这要放在台湾 这不是完蛋了吗 各位 美国要正面迎战 不管如何 你看这是昨天经济日报讲的 年底前可能降息硬 你懂意思吗 原先就是2023年 不管经济情势怎样 都不给你谈到降息 甚至于说明年年准会 也跟你讲很硬的 银派嘛 现阶段说可能今年年底全就要降息了 来 美国股市在礼拜五的时候都大跌 好不好 都大跌 好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看这里 美元这一次很奇怪 每股跌照到美元要涨 结果美国股市跌三天 美元也跌三天 有的人在讲说这个反向 可能美国的国运糟糕了 短时间的趋势不足为外人道 而且你要持续的一个追踪 我会帮你追踪 所以你看美元指数连跌这三天 其实台币还不指贬回升 今天出现了指贬回升 所以这个救命先丹 还有呢 两年期的一个美国国债 都持续暴跌 从原先5.8%跌到多少 4.5 好不好 其实这一些对股市都有帮助 那我刚刚跟你讲的是 今天一早 原先三月份升两码的 剩下不到两成 这个芝加科商品交易所 的一个Fat Watch的一个数据 原先三月底升两码不到两成 然后升一码是8成1 81% 那我要出门之前 蔡老师研究部马上跟我讲 各位 你看看 现阶段升一码的高达9成2 92.3% 然后不升息的 7成7 需要证7.7% 这就是高盛刚刚一直在 做短讯的高盛讲说 三月份可能不升息 我是不理会高盛讲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上礼拜五 摩根大通反弹2% 高盛跌了超过4% 所以说连高盛也没办法置身事外 他当然希望不升息 因为他们也在裁员 各位您可能搞不清楚 高盛也在裁员 这不仅这些电子业在裁员 连金融的一个服务业也在裁员 所以希望方向 往对台湾好的方向走 德国股市是我比较认同的 德国股市目前还没有疑虑 也就是说待会三点钟开盘的时候 德国还是抢 我是怕法国 因为法国现在有一个M头 对不对 万一今天再补上一根中长黑 那法国就做头部 这对全球股市就不好 所以说不管怎样 希望台湾要挺住 起码台币今天回升了 对不对 你看刚刚你看到的一个美元指数 已经连扁三天 台币上礼拜四礼拜五 还给你扁 所以外资连续上礼拜三四五三天大卖 今天回撤了 也就是说今天有扁转升了 所以上礼拜五外资是卖台股卖206亿 很恐怖耶 希望今天补一些回来 好不好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台股 一开盘业内停损 很多大户有一些也跑掉了 最低跌了176点 那当然这是政策面拉台 这我已经跟你讲 这是政策默许 因为目前我们台湾太缺了 所以蔡老师去夜市 还想要买个卤味买个鸟蛋 连鸟蛋也缺了 各位还好我还有秘密杀招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鹅蛋 好不好 鸡蛋跟鸭蛋都买掉没关系 我还最喜欢吃的是鹅蛋 一鹅底四鸡 那鹅蛋人家大量 你不要跟我抢了 来各位 加权指数来 各位今天最低点15349 对不对 2月22的低点15345 没有跌破 然后还有缺口15291 所以台湾股市依旧是一个多方震荡 没有像美国股市这样持续破底 对不对 也没有像法国股市一样 就是不要一根中长黑就对了 所以你再来看看上礼拜五 大盘其实跌了244点 外资卖翻了 原则上我们都会抓外资卖1亿 等于台股跌一点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跌244点 对 那这是上礼拜五的K线 你看这边 上礼拜五外资卖了208亿 不管了 反正都卖完了 然后投信连续15天买 所以投信还在作价 我一直跟各位讲 不厌其烦的 我说这个借券才是真正操控台股的魔手 你今天看得很清楚 这是截至上礼拜五3月10号 总共连续八天借券增加 64352张 然后礼拜五六日出现美国的这个矽谷银行的一个风暴 所以你看这一群借券的人是不是神通广大 去年12月20号借券开始回补 那借券回补之后 在12月29台股跌破1万4 当天回补25万张借券 台股见底往上拉 涨了这一波快3000点 所以我一直认为操控台股的魔手是这一群借券的人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每天还是会按照我的角度解给你看 那融资减少了15亿 对不对 增加了在哪里 增加了还给你放短空 所以你看那些融资的 就是那些你借 你用融资然后去买全正 放空台股的也吃力不逃 除非你今天回补掉 所以你看看3月份 目前借券增加了34万张 是不是 八大航库 上礼拜五买了75亿 买超第一名台积电买超1600多张 不管了我刚刚跟你讲的融资 元大台湾50反一 你看空不下来 15724张 是不是 所以得出结论 今天的一个台积电 尾盘收516已经很棒了 各位 因为它上礼拜五的一个 二月份营收不好 但是我要的并不是不好这个讯息 我要的是 不要跌那么多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月衰退14%是能够接受的出现了 虽然它二月份营收不好但是本季目标有望达政就衰退14.2%以内就好 季衰退 所以希望外资不要大卖 三星挖墙角大家不是都知道吗 是哦所以这不重要 台积电又去设欧洲厂了 落脚德国的一个德勒斯灯 我认为这都不好啦 那也没办法因为它是被侠迫的 对不对 被美国硬拗的嘛 所以大家也知道台积电苦啊 好不好 所以台积电加油啊 台积电加油台股加油啊 这跟人民都有关系嘛 所有的一个基金大概都三成四成以上都买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加油 2303的一个联电就不用这么悲情了 又不是悲情城市了 对不对 2303的一个联电45块嘛 对不对 今天的一个联电 来你来看看哦 这蔡老师今天盘中也跟你讲 你看配息人家配的就7.3 你看已经台积电 台积电不到2%啊 多棒啊 你看是不是 今天尾盘525不是524哦 高点上礼拜是532 七毛就越过高点了 所以强势在哪里 不用讲了嘛 对不对 连电下礼拜五 3月24号还有25000多张要回补 上礼拜五3月10号回补创意嘛 今天再给你创短高 所以还是走嘎散户空手嘎大户空单嘛 南电这礼拜五要回补的 你看今天是不是一样逆势走洋 这我在盘中都提醒你了 现阶段1891张 礼拜五要回补哦 各位知道哦 3月17号 3月17号 蔡老师上礼拜三四五三天都跟你讲魔鬼藏在细节里啊 跟你讲什么 你要躲开啊那一些啊 第四季油亏转盈或者啊 比第三季大幅衰退的个股 有没有就写在这里嘛 一定要避开第四季EPS跟第三季比起来 油盈转亏或者获利大幅衰退的个股 华硕 礼拜六的新闻 第四季转亏 你说老师你一定知道华硕 不然你干嘛提醒人家 你自己去想好不好 他去年第四季竟然亏掉半个股本 公司还道歉 今天的华硕X5毛钱跌停 你绝对没有看错 今天跌停264低点264.5 跌停264 恐怖哦 上礼拜五还创新高293 今天 低点264.5 去年第四季油云转亏的指标有这里 华硕金星科允强创为康书 华航上礼拜还跟你讲对不对 大义还有什么金宝跟统一时 这公司败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这种偷鸡啊令人不舒服 可以接受吧 对吧 因为报纸不会去报啦 只有蔡老师这种做研究的才会 帮你抓出来啦 知不知道 报纸不会去报啦 所以你看创为今天打到1.2.5 金宝今天打到1.3.15 统一时 这都上礼拜三四五都提醒你了 今天打到18.4 哪个老师会像老师一样 蔡老师一样这样子跟你抓这个 这就是产业研究的精华嘛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你还没加入蔡老师的 记得官方账号 我没有用个人的哦 那些个人的以后 蔡老师都去刑事局 把那些诈骗集团一个一个抓起来 记得哦 官方账号是蔡老师品封大中华 这个是官方账号 我没有在用个人的哦 知道哦 看你怎么闪 一个一个抓起来 各位诈骗集团 蔡老师觉得太可恶了 所以各位啊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大家要加油 希望你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好吧 2023年怎么样投资 台湾股市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听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湾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继续呢 这个接下来的盘式 广告回来继续锁定一言星帮 欢迎回到一言星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上礼拜蔡老师特别跟你抓 这个上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2610华航跟2618的长龙航空 给你做对比 你就知道其实市场上 你为什么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因为大部分的都是陷阱 追价容易 你要怎么离开才是一门技术 所以蔡老师才会跟各位说 其实大部分人看的都是事后话 就是坐看跑马队波浪嘛 那跑马灯 快点到 波浪你看你看 12345 下来ABC 大家都想去芝麻街教美语 对不对 结论是谷海浮沉 几人环嘛 各位有没有 你倒不如听蔡老师的话 静心生严产业面 低买高卖打胜仗 用产业选股搭配纪律超盘 你就无往不利 不用再去管这个盘式 中钢 热亚的一个什么 底财四月喊起涨 宝钢 跟安钢 都已经开出来了 中钢是这礼拜四 3月16号要开 就看涨多少啦 好不好 所以中钢 今天也是有法人买盘 这个我在盘中 都已经跟你讲了 我就不赘述了 6139的一个雅翔 蔡老师跟你讲的 无城市工程族群 那时候38块雅翔 今天的雅翔 47块1 近期新高 上礼拜 5台股跌244点 今天才涨32点 近期新高亚项 2413的一个环科 二线电源供应器 那时候27块跟你讲 有没有 2413环科今天38块3 是不是近期新高 你自己看 有没有 2413环科有吧 是吧 是喔 好来 申达科这不用说了 上礼拜四拉涨停 礼拜五震荡 今天又转强 低轨卫星 明天晚上在美国山展 最大的一个卫星展 森达科 有没有 今天的一个森达科 尾牌好像收173 上礼拜四涨停173.5 对不对 是不是一样 在涨了5%到6% 今天台股最强的 那应该前10名吧 跑不掉啊 各位 5388的一个中壘 Wi-Fi6层主流的一个产品 无线网路 有没有 5388的中壘 85块 中壘今天呢 你看是不是一样 逆势抗跌 然后又抢涨 有体质嘛 光宝科 2301 我盘中再跟你点一次 是不是 今天呢 也是逆势拉抬 不到一块又再创新高 2301光宝科 何情况 3704 网路通信 34块 今天好像也是41块5 41块6 高点上礼拜是41块8 马上就越越过了 各位有没有 所以我跟你讲的所有的东西啊 放上网路 不管是YouTube Lite TG网站 你通通搜寻的到 记得啊 都是官方账号 蔡老师没有个人的账号 知道吗 我也没有在玩脸书 所以脸书为什么诈骗那么多 为什么脸书要改名 不都是这样吗 各位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你要的是找一个啊 帮你好好研究产业的人 来辅助你 来帮助你 而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去追高 或者去找那一些 第四季啊 由 赢转亏的 然后去帮人家抬轿的 很多人这一次会啊 吃大亏就是这样 所以啊 也帮金管会做一下 政令宣导 一定要注意风险 审慎选股 获利跟风险是对等的 哥你知道吗 不要跟我讲说你不知道 所以2023年啊 各位啊 现阶段才一开始啊 美国系统性的风险 你已经看在眼里了 接下来要怎么走 最安全的路 2023年操作台股 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蔡老师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湾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政委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诈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